事情就是先帮我填一下 课前问键 gg.gg Excel 2 这个数字的2 VBA form 2 第1个 里面的话大概几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大概就是先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程度 因为上课的话 如果我不知道各位的程度 其实上起来 其实也会抓不到重点 或者是说我上的东西太难 各位听不懂 或者是上的太简单 你觉得是进度太慢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进到里面的话 请你大概帮我填一下你的学号 你的姓名 然后底下 又会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想要让 知道一下大家对于Excel的了解 其实Excel 这个软体基本上在目前的办公室里面应用非常的广泛 而且目前使用的几率应该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你对Excel不熟悉的话 恐怕你在工作上的效率会是有问题的 哪怕是一般的数目 从最低阶到最高阶其实都会用到Excel 首先第1个到底Excel里面总共有几个函数 那你大概猜一下吧 如果是20到50呢 50100等等的 OK 如果不清楚你就谈不清楚吧 那你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是哪个部分 比如说你希望学的是基本操作呢 还是在基本函数 高阶VBA等等的其他 甚至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你可以勾选 有没有其他你想学的 但是我可能没有列出来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你的程度是落在哪里 你只是会基本操作 还有呢你已经对Excel的函数已经很熟悉 或者是你已经会写VBA那会更好 OK 那大家如果 我主要是希望调查一下 就是普遍的大家程度落在哪里 那我会取一个中间值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程度都很好 那当然我就用很好的方式上课 用非的比较好 然后如果说大家程度都不是很好 刚才我讲细一点 可能你应该要知道 可是你却不知道的 那我会比较巨细迷的讲 OK 所以让我大概知道一下 那当然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对未来做准备 OK 比如说就业将来一定 或多少他一定会有就业的问题 那有没有思考未来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说 你希望期中期末稿 有用哪一种方式来进行 OK 大概给我一个答案吧 我只参考一下 期中期末稿 那当然 将来呢会有那个期中期末考的成绩 那评量的话呢 我会参考各位的这个选项 然后呢 会再跟各位说明 怎么样进行这个期中期末考的方式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简单说一下 几个简单的问题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大家对于这个程式设计的认识 你有多深 或者是说你为什么要来学习这门课程 其实这门课程说真的 已经算是难度比较高的 可是呢 目前好像如果你要到职场上 你不会写程式 基本的程式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职缺 基本上都会慢慢要求你要具备有基本程式的设计能力 最基本的话可能就是要会写像这种VBA的程式 OK 那你想说老师那不会VBA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只是工作效率永远不及别人 可能人家都已经准备要下班了 你还没把事情做完 我是觉得 我看到的大部分是这样子 很多人 真的就在土法链钢慢慢来 那你会发现老板叫你做的事情 你一个早上都还没做完 一个下午也没做完 那你会当然会有很多的压力 OK 那可是很多人会写程式 我可以把整个流程全部写成一串程式 直接执行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而且明天还是一样执行这个程式 给个参数吧 顶多 那这件事情也就解决了 所以你会发现会写程式的人在工作上面 其实另外有个好处 就是真的还蛮有成就感 你会发现做几次来 真的感觉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别人还在那边慢慢摸 那你事情已经全部都做完了 而且做得又快又精确 那当然老板 一定对你应该也是会非常的依赖 写一下这个数位跨域 或者是说现在慢慢你会发现 不是只有单单是资工资管 资讯相关科系需要学习这相关的程式的技能 而是基本上是每个科系都需要学这方面的东西 那这个也是这个学校会找到我来上这门课的原因之一 我待会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找到我 然后找我跟这门课程又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 那再来的话 email 信箱 因为有时候学校除了学校的信箱之外 有没有去 mail 信箱 如果有的话帮我留一下好不好 如果没有你就留学校的 mail 有时候我可能会发一些讯息的话 我至少会有一个 mail 我可以联络的上你 第一个的话请各位先帮我完成第一件事 就是简单的填写一下这些问卷 那填完之后的话 我想你们的目前我看一下 应该看得到24位同学 已经24位同学填写 那当然填完之后 马上就会有一个问卷结果 OK 不清楚的 这么多 算最多是80% OK 我来帮你讲 刚刚跟各位讲了 之前有一个 我上课其他的地方的学生 他回去 跟他妈妈讨论到这个课程的时候 他妈妈说 你其他课程学不会没关系 但这门课程一定要学好 为什么 因为他妈妈每天都在用 Excel 他知道切身之痛 他说 你如果把 Excel 学好 你工作就自然而然 会比别人来的有效率 太多了 OK 所以 我是建议 真的良心建议 其他 城市学不来 其实倒也是可以慢慢学 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因为基本上我看 电脑里面一定会安装一个叫 Excel 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软体的话 那台电脑几乎不太能用 这很多人电脑里面没有装这个软体 他基本上不太会用 好 那请各位先帮我填写一下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再帮我连到第二个连结 就是以后的话呢 我们的上课的相关资料 通通会放在这个连结底下 GG 一样 GG.gg 斜线 后面这个名称还蛮好记的 VBA 后面加一个 To 其实就是我取一个协议 VBA to VBA Excel to VBA 就是我们后面的上课的进度 我会有浅入深 也就是先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再讲一些稍微有点难度的程式 渐进的 不会说一下 蹦一下就跳很高 至少就会让你知道说 我们有些事情可以 如果要慢慢来怎么做 图法链 当然图法链看最笨啦 至少你要会选择 除了会用程式之外 当然Excel里面已经提供给你基本的函数 那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函数拿来加以使用 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如果可以 当然你事情马上可以解决 那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要再花多一点时间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说未来 当然有哪些工作会慢慢被取代掉 其实很多图法链就是那种什么 太过重复性的工作 慢慢都会被程式给取代了 然后不只是被程式给取代 也要被AI取代了 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要讲的 这么的后面 其实基本上 先还是把基础先打稳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填写 那待会的话 我们第一个先 因为你们填完之后 我马上就可以有个大概的 结果了 我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一般程度当然落在哪里 第二个大家想要学什么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帮我下载这个档案 档案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后面 主要上课是以那个问题 解决问题为核心 也就是说将来我会提供给各位一些问题 那你去想一想怎么去解决最快 方法的话呢 当然是以在Excel里面 用Excel的函数 和Excel的VBA为主 因为这些都data 当然这些data以后会变big data 如果当他是big data的时候 你要怎么快速可以把一个资料 本来是无序的变成有序 混乱的变成有组织的 马上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清晰 而能够一目了然的报表 甚至是把它做成视觉化的结果 一个图马上一目了然 那做这个好处什么呢 马上就可以做决策了 有没有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没有一个结果的话 像我要上课 我如果没有视觉化的结果或者报表的话 当然我就不太知道说各位的程度落在哪里 所以待会的话我会看一下 大家的程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有钱这个问卷的话 表示说你就是已经有到 有来上课了 那我可以等于是一次的点名了 就不用额外的 其实如果你有填资料的话 那我就等于是已经有个记录了 OK 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点名 不过你们在填资料的时候请各位注意一下 尽量呢 帮我填写的是比较完整的 至少要学号是完整的 因为我这样还是要按照你们学号做比对 所以如果你学号 学号如果没有的话 那当然等于你即便到了有填资料 但是我可能也没办法比对出你的资料 那像这些资料我怎么比对 当然 比较笨的方法是 图法就很刚化 人那么多怎么比对 最聪明的办法 还是要用一些 简单的至少以填函数吧 OK 那如果复杂一点的话就写VBA吧 OK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完成 第一件事问卷 第二个的话就到 gg.gg 上面 下面的Excel to VBA 这个里面 帮我下载范例档案 范例档案底下 帮我把这个VIP的档案下载 OK 下载之后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档 帮我把它解压缩吧 解出来的话 你们就把它先看 如果你有随身碟 我建议就直接先放随身碟 不然下一次还是要再下载 下载之后把它解压缩 按右键 解压缩 It check here 就是把它解到这边 解到它的一个目录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里面就会分成有六个资料夹 也就是后面我们基本上 我的进度 原则上就是按照这六大类的资料 去六个单元做后续的说明 请各位先完成这两件事 问卷跟下载的范例档 范例档今天会先从第一个范例 第一个单元文字与资料类的函数 来做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